伯利部落格 我们今天节目里头 则是要回顾在 一百年前的耶诞节前夕 那时候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你可以想象到 在欧洲的战场上 这一些这么注重圣诞节的国家们 他们的士兵 在战争期间怎么过圣诞呢 有一些很动人的故事 我们在今天节目 特别为大家访问到的是 文化大学广告系的助理教授 潘嘉欣潘老师 潘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好 好 这个潘老师 现在耶诞节前后 我相信在大学里面 应该也办了非常多的 欢庆活动是吗 对啊 像在每个系 还有每个学院大楼 都有圣诞树的装置 每一个学院大楼 都有一个不算小的圣诞树 对 有圣诞树 对 有在庆祝 是 学校里面 都有这样子的欢乐的气氛 蛮好的 可是老师看到您之前 写了一篇文章 特别谈到在1914年 正好是100年前 当时的圣诞节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非常的不一样 对 就是一次大战 它开战大概五个月吧 原来在欧洲的西线战场 大家都期待 打仗应该一下就结束了吧 应该在圣诞节之前 就可以停战回家了 结果没想到战火还是延续下去 而且在欧洲战场又湿又冷 大家一战是在打豪沟战 非常激烈 而且特别圣诞节 我们知道我们看到的影像或卡通画面 都是下着雪 大雪纷飞的结智 要全家人团聚在一起 可是这些士兵们还是在前线打仗 这么紧张的一个氛围之下 怎么过夜旦呢 又湿又冷 都说在豪沟里面 他们家人寄一些礼物 也是期待能够赶快回家 在这种私乡的情绪里面 在平安夜深夜里面 他们也是想办法延续这样的一个传统习俗 自己在豪沟里面唱平安夜的歌声 最早平安夜这个歌曲是德国 他们开始开始传唱的 就德军这边开始唱起 耶旦歌平安夜的歌曲 那另外一方呢 是比思乡的情仇更是涌现上来 对 大概在一战的时候 大家还是这个很保守很淳朴吧 圣诞节的期间 大家是这个和好相处的 这个大家互相交换礼物 所以到了平安夜第二天 就一大早 很早的时候就有人就从这个豪沟里面 那个爬出来 就想要走到这个敌对的阵营 去双方都有人这样从豪沟走出来 互相打呼到圣诞快乐 交换礼物 这样子 后来是好像听说他们就 随便找个东西当做这个足球 我就开始这个踢足球啊 举行这个友谊赛 就从这个互相交战变成这个互相踢 这个足球赛 这样子 这很有趣的故事 在紧张的战时很难想象 这是双方对峙的 你来我往的这两个国家 可以这样度过一天 而且这个主要最重要是 它是耶旦节 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故事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因为你怎么知道对方从豪沟里面爬出来 不是拿机关枪对我扫射呢 那这时候我一定要警戒啊 可是在一百年前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 这么样纯真纯朴的一面 即使是在战争的当下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这个故事 它不只是故事哦 也曾经真实的发生过耶旦节修战 而且老师是不是也特别有人把这些口述历史记录了下来 然后甚至还拍成了影片呢 当然是这个 其实在好像这个修战的这个事件 好像在一次大战发生过两次啊 前几年有拍成电影 今年是因为纪念这个一战一百年啊 所以有这个英国的连锁超商啊 他们拍成广告 把他们的这个品牌置入在这个影片当中啊 在也获得很很广泛的回响啊 大家都点阅去看啊 因为很感人啊 很感人的影片 是我们在明年啊 2015也是二次世界大战70周年啊 嗯其实老师您是学广告专业的 让我开始想到说 明年我们势必整个中国战区 包含了台湾跟中国大陆 都会有一些纪念的活动啊 嗯这样的纪念活动 能不能把它从一个比较制式性的纪念 变成一个啊不一样的 让我们现代人除了在当中有反思之外 其实也带来一些温暖的纪念活动啊 因为今年是这个欧战一百年嘛 在这个好像联合国他们有重新在 呃就是这些外交官他们就是程序这样一百年前 呃应得双方这个修战踢足球的传统啊 有这样的一个仪式 另外就是在呃英国伦敦的这个呃现在是很有名的观光景点啊 就是以前的他们的皇宫啊 这个伦敦塔啊 这个也有办一个这个文创活动啊 这文创活动呢呃他们是用这个是一个装置艺术的活动啊 他们用这个呃陶瓷做成的红花啊 在这个呃轮吞塔 轮吞塔周围的这个护城河 护城豪里面啊 要插满八十八万八千两百四十六朵啊 这个陶瓷花啊 就是为了要纪念这个阵王的这些将士 呃他们是由这个一些义工啊 去制作啊这些陶瓷花啊 去从呃大概从今年暑假吧啊 开始在这个周围插花 伦敦塔周围啊 就是一片红海啊一样 他主要这个装置主要是根据一个诗句啊 一个当年加拿大军官的一个一个诗句啊 叫做这个鲜血染红的大地和海洋啊 这样的一个诗句 插完之后这个整个景象啊 呈现是非常非常震撼的 非常感人的啊 的一个装置艺术 就像是当时战争的一个 大家可能看到的影像一样 士兵的鲜血染红了海洋 染红了城池跟壕沟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纪念活动啊 我们看到今年也吸引了非常多的人潮参观啊 大概好像有四百多万的人潮吧 观光客啊 去这个伦敦参观啊 造成这个交通都瘫痪了啊 那主办单卫生才要大家不要再不要再去看了啊 这个活动也英国的皇室成员啊 也有去质疑啊 像很受欢迎的这个凯特王妃 他也亲自这个去插了一朵花啊 这个世界各国媒体都有报道啊 所以这个更吸引了大家的这个目光啊 是 这个陶瓷花它的制作过程啊 也是一项公益活动嘛 那对 每一朵红花就是如果用英镑来看的话 是25英镑啊 这些基金呢 作为英军慈善机构的一些相关NGO组织的运作经费 那老师我们再来看台湾呢 我们台湾其实也有很多的耶旦节活动 或者是纪念性的活动啊 那我们怎么做才能做的也让人觉得印象深刻呢 主要就是你要从这个一些我们台湾的这个传统习俗吧 一些比较有台湾味的一些方式来来进行啊 而不是这个像现在的一些这个圣诞节活动啊 就是好像太过度的商业包装了 也好像太洋化了 其实它这个圣诞节主要传递的是它的精神啊 倒不是说一定要是去吃个圣诞大餐啦 会送圣诞礼物啦 主要是这个大家在趁这个机会啊 去这个互相问候啊 互相这个甚至这个和解和好啊 传递这个正面的啊 有一个平安啊 有一个希望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不过在商业的包装之下 其实圣诞节过得就像老师说的 越来越像是一个吃大餐的仪式 或者去参加party的仪式啦 最近我看到就像学校里面嘛 大学生好多是参加这个圣诞舞会吧 真的办活动啊 要办得有创意 又值得让人回味再三 真的是不太容易啊 所以老师有没有您所看到的 就是一些所谓加入台湾的一些 传统味道色彩的节庆活动呢 因为马上我们其实就要迎接2015年了 跨年夜也是各个城市啊 台湾现在越来越流行就是放烟火 那台北以前放了很引起大家的关注 那现在其实每一个县市的居民 你都可以看到你地方政府 或者一些商业活动所放的烟火 很烧钱啊 烧完就也没有什么令人回味的 传递什么正面的能量啊 好像比较比较缺乏 比如说像这次这个选举嘛 九合一的选战 九合一选战啊 台北柯文哲 新任市长啊 他们的阵营就特别找了一些设计师啊 设计一些像翻桌吧 温迪尼小姐桌游活动啦 或是台北调的CD啦 就是很成功的外包啊 就是他们像这个台北调的 这个封面的设计啊 就是辅大郑思伟老师 然后他的设计 就是这像募款的产品呢 就是很有这个环保的概念 而且是反扑归真啊 很有这个环保的概念啊 像大稻城小益城啊 这个他们做这个社区开发啊 他们有办1920为这个主题的游行活动啊 这个每年举办啊 今年已经办第二次了啊 就是反映出来啊 大稻城的原始的啊 就是一个反扑归真的啊 的一个就台湾原味的一个风貌啊 不仅能够这个振兴 他们这个一个传统的社区啊 成为一个观光客 都很愿意去参观的地方 能够反映出来一个地方啊 他的一个文化创作的一个传统啊 就是加一点巧思哦 可能看起来 它是一个没落的城市 没落的地方 也可以做一些翻转啊 好我们在今天访问到 是文化大学广告系的助理教授 潘嘉兴潘老师 谢谢老师 一早跟我们的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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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